高雄市长韩国瑜 图片来源 台湾中时电子报 中国台湾网4月16日训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受访被问到NCC遭止针对特定新闻台开罚时 罕见动怒 痛批公务员非之为民进党一个政党服务该挺起胸膛 勇于向邪魔歪道命令说不 更大声疾呼 全台的媒体都应该出来踊跃发言 做中天电视台的后盾 否则下一个遭毒手的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觉得这种处置是太过分了 韩国瑜被问及NCC遭止针对特定新闻台开罚的看法 严厉表示 我觉得中天新闻台被NCC这样罚实在很难接受 因为中天新闻台一旦被开罚 如果处分越来越严厉的话 下面一个遭到黑手 或者遭到伤害是哪一家电视台或媒体 不知道 那一开始就不该做 韩国瑜也语众心常呼吁 而且我一直强调 所有这些邪门歪道的命令 要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透过公务员 公务员要把持得住 公务员要坚定理想 这个不正确的命令 不当地违反新闻自由的命令 最后要透过NCC的官员执行 NCC的官员要挺起胸膛 不能示弱 不合理的命令 该拒绝就勇敢地拒绝 因为你们不是为民进党一个政党来服务的 你们是为全台湾来服务的 最后 韩国瑜更大声疾呼 霸气力挺中天 他希望NCC的官员能够挺起胸膛 抓住立场 勇敢说不 对于民进党这样处罚这些电视台 他觉得全台的媒体都应该出来 踊跃地发言 做中天电视台的后盾 否则下一个遭毒手的 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觉得这种处置是太过分了 韩国瑜还在美国 岛内关于郭台铭的话题 突然间诱惑起来了 因为市面上有消息称郭台铭 将辞去鸿海集团董事长的职位 不过鸿海集团官方马上出面辟谣 但是表示郭台铭或将退居二线 加之之前郭台铭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表现 使得各界都在揣测 这是郭台铭在为参选2020做准备 因为他最近的所为已经完全超越了 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具备的功能 尤其是昨天15日郭台铭在出席台湾关系法 40周年座谈会时 面对记者的问题所做的一些表态 更加深了外界对郭台铭参选 2020的判断 郭台铭15日针对2020大选表示 其实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跳下来 我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远大的未来 当然以和平为基础 两岸的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怎么样有新的希望 而到了今天16日郭台铭在出席研讨会前 接受媒体采访 首度对外松口表态会考虑 是否参选2020年大选 媒体追问什么时候会做出决定 他说 今天开会再听一天 希望明天或等一会儿再谈 他还表示如果要参加初选 一定会经过正常程序 我绝不接受征兆 针对郭台铭的发言 韩国瑜昨天在美西出席 媒体联访中就回应 他是跨国性的国际型企业家 自己是手双拳打出一片江山 也跟美国 中国大陆还有世界各国的关系都非常好 过去是在企业界的领域为主体 较少渗透到政界 因为他有心来参选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全球有能见度的一位巨型的企业家 韩国瑜还强调 郭台铭是巨型的企业家 如果他确定参选的话 一定非常震撼人心 其实关于郭台铭参选2020的话题在差不多 两年前那就有人提出过 当时也是蓝营最烂的时刻 但是当初也就是当做茶余饭后的闲聊一样 没有泛起波澜 但是这次却不一样了 有点像是真是了 因为自从韩国瑜动算 高雄市长之后 和郭台铭的交集逐渐的多了起来 尽管韩国瑜曾经表示和郭台铭以前 没有过往来 但是从公开场合来看 俩人在一起的时候显得关系很是亲近 假如他们两个真的一起谋划 2020 估计也不会引起很多人的愕然 连想起此前韩国瑜在大陆访问时 说过老鼠偷脱鞋 大头在后面 当时就有人认为韩国瑜所指的大头 应该就是郭台铭 尽管俩人都对此做出过一些否认的说法 但是却都没有把话说死 因此 才导致今天人们的进一步认定 郭台铭初来选的几率在逐步提高 假如 假如韩国瑜和郭台铭真的对2020有所谋划 那么 对于目前韩国瑜的一些言行 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例如他这次关于国防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市场靠大陆 努力靠自己的言论 很可能就是为郭台铭在作囚 因为他的此番言论一出台 就引发了各界的诸多议论 尤其是郭台铭针对个说法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也给出了同样20个字 国防靠和平 市场靠竞争 技术靠研发 命运靠字 并且被认为比韩国瑜的20字更加有高度 有格局 也更能让外界所接受 其实 对于依靠美国来保护台湾的看法 很多岛内人都是不相信 但又很是无可奈何 对此 郭台铭倒是明确地表示美国人靠不住 他昨天强调台湾防务不应该支靠别人 也不该跟美国买武器 美国人就是拿旧的武器来骗我们 单靠美国是靠不住的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这么多年来 有哪个国家是在国防上倚靠美国 最后能安全脱身的 而对于外界质疑他退居二线 是否为了选2020的问题 郭台铭表示日常运作我会退到第二线 我觉得应该淡化我的个人色彩 我能够腾出点时间来 为公司的未来做长期的规划 那不知道他所谓的长期规划 是不是也包含了2020的大卫之争呢 假如真的是和韩国瑜有了默契 或许就像此前王金平所说的那样 制作四年 让韩国瑜在高雄做出成绩 最后顺利地接班 这样的结局或许换成郭台铭成功率会更高 因为郭台铭参选的胜 出可能性应该比王金平高很多 总之 对我们来说岛内的选举 任何时候都是一场好戏 我们只需准备 瓜子花生小板凳和一壶好茶 即可等着瞧了 韩国瑜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老鼠咬拖鞋 大的在后头 今天看来 这句话真的不是无地放始 因为郭台铭首度松口表示 自己这两天将考虑是否参选 二十二十 郭台铭究竟是大老鼠还是大老虎 未来的一两天 应该就会见到真章 但班长出于媒体人的好奇心 还是想来做一些大胆的猜想 猜想一 郭台铭正是弃伤从政 坚定的投入国民党的初选程序 郭台铭参选 郭董是否最终投入二十二十 这个决心想来是挺难下的 毕竟 他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选与不选 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还关系着好多人的命运生计 但郭董早就展现出激励 当即天下力的胸怀 他如果能代表国民党 角逐二千零二十 也有其巨大的优势 除了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位卓越的企业家 在经济方面是真正的行家里首 更重要的 郭董这么多年往来两岸 对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根基九二共识 他最有发言权最有说服力 因为他取得的成功就是对九二共识 身体力行的最佳实践 仅就这一点 台湾岛内一帮目光短浅的政客 那是望尘莫及 但客观地说 郭台铭参选 两千零二十的最佳时机点已经错过 假如国民党 没有取得九合一选举的大胜 假如没有韩国瑜的横空出世 郭台铭参选特朗普模式出马 角逐二千零二十 拯救台湾困顿的经济 一定会赢得蓝营乃至整个台湾社会的极大期待 但天上掉下个韩国瑜 用一场来是凶猛的韩 流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目前 在蓝营民众心目中 韩国瑜的真命天子形象正在迅速强化 俨然已成为两百零二零的不二人选 此时此刻 郭董出战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究竟在哪里 不过 以郭董雷厉风行 坚韧不拔的性格 只要他认定的方向 不管外人如何评说 也许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猜想二 郭台铭其实是在为韩国瑜造势台轿 谋划临门一角 郭台铭与韩国瑜情意相投 惺惺相惜 就在昨天 郭董还胜赞 韩国瑜是最好的人选 虽然郭台铭是个生意人 但他从来不缺敏锐的政治眼光 韩国瑜刚选上高雄市长 郭董就最早递出了橄榄枝 他不仅大手一挥 从高雄年购一十零万公斤农产品 还宣布将打造爱高雄 智慧工农计划 给韩国瑜送上大礼包 可以说 韩国瑜要兑现高雄发大财的选举证件 郭董是其强大的后盾 郭董看好韩国瑜的政治行情 当然也看到了他目前的障碍与困境 现在 国民党内拱寒的声浪越来越大 但党主席吴敦义在协调几位参选人方面 似乎没有那么的顺畅 假如郭董明修站到暗渡陈仓 在成功地把所有媒体聚焦到自己身上之时 阵蔽一呼力挺韩国瑜 那么国民党内的各种杂音都将被盖过去 韩国瑜的出现水到渠成 如此一来 郭董将成为拱寒的最大功臣 猜想三 韩郭配或郭韩配 这两种可能性 现在都有台湾媒体在讨论 但班长认为 这都是后话 暂时还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而且 郭董是个大格局的人 他目前所做的一切 应该不至于是为了某种政治利益 乃至政治权威的考量 他确实是想为台湾人民打拼 为台湾人民做点事 所以 配不配 怎么配的讨论 是拉低了郭董的格局 郭董今天中午在脸书专页上发文 提及密交中的武制 表示现在正在思考 应该做烧安物造密 凉动的聪者 三思谋定而厚动的智者 还是和平运转带解动的明者 郭董最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班长以上的猜想是否合理 不妨拭目以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